看影片之前 记得订阅周天慧 Vanesha Chow 的YouTube 频道 按旁边的小小小小 每次我们有新的影片 你就会立刻收到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4月22日 星期五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慧 跟大家讲讲 今天的时事热话 讲之前 今天是周庸的正日生日 72岁 我们祝他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各位粉丝可以留言 祝福一下他 我们今天主要想讲两件事 第一件事我们想讲 特首候选人李家超 他为了制定这个政纲 昨天出了个帖 收集一些民意 市民可以经Facebook IG和WhatsApp 向他提出一些意见 第二个话题想讲一讲 较早前有消息说 台湾暗地里收紧了港人移民的审批 台湾即时有些反应出来了 我们今天想看一看 细节是怎样 跟大家分析一下 特首选举是下个月 5月8日就举行了 还有两个星期而已 候选人李家超的政纲 暂时未有 大家都应该很着急 不过原来他就因为想收取 听听大家市民的意见 所以暂时未出 昨天李家超在他的Facebook 出了个名为超哥听你说的post 还用了个漫画的形象 就是出了 其实都很亲民的 他的说法就是说 超哥就说他已经全力在赞写正纲 希望各位市民为香港出谋献策 就问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什么建议 欢迎随时留言 以及传讯给他 相信大家都很希望 有一个以民为本 注重民生的特首 其实一个城市的领导人 最忌忌 就是有一些领导自以为高高在上 独断独行 不过我们应该 未来的特首应该不会是这样的 超哥我都看到他很重视市民的意见 相信大家都感觉到 在7月1日香港将会有一片光明 他的post出了之后 市民都很踊跃地给他意见 其中很多人都有说到 很希望中港可以快些通关 也有人提出 移了民的人 其实不应该享有香港的福利 希望超哥能够好好处理地说 放心吧 超哥明的了 他在他的份政线 我们大家就拭目以待 自从国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 实施了之后 其实不少黄人都很急地离开了香港 其中一个门槛比较低的热门 走路地方就是台湾 不过其实台湾一直都说很欢迎黄人的态度 其实都是表面功夫 事实上其实他们一直暗地里 都在收紧移民的审批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说过 在2016年去到2019年期间 其实都有四五千人 已经是去了台湾的港人 获得居留的 当中定居的人 其实成功定居的人 就大概有两成人 后来去到2020年至2021 申请移居 台湾的人就已经突破了一万的大关了 不过顺利定居的资格的人 就收减了只是去到一成 暂时如果你要移民去台湾 只有三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投资移民 第二个就是专财移民 第三个就是拿学生的Visa 然后需要定居五年之后就可以移民 其实这些曾经参与黑暴示威的皇友 移民到香港人移民到台湾 因为他们现在是用一个 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的形式去协助 他就引导他们以就学 或者就业的方式在台湾居留 不过其实在现行的台湾法例下 在台湾要就业的港人 其实没有途径是可以申请定居的 所以不少比较年纪大的人 就因为为了想在台湾定居 所以就要回到校园 我们举例 如果你说你去台湾读大学 其实都要九年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你读完四年的大学之后 你需要定居在台湾五年之后 才可以申请定居 就是足足要等九年 其实我们想特别说到就是说 其实在一些如果你在内地出生 或者曾经是在一些中资机构任职 或者宣誓过做公务员的话 其实这些定居的申请 机会就已经是很微的了 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瑞正就说 他担心港人就会做了一个 中共滲透副台的渠道 所以必须要做好这个防卫机制 即是修改移民机制 其实简单来说 其实有很多皇友过去一段时间 都未必可以得到审批 甚至乎因为等了太久 其实已经是放弃了飞回来香港了 其实蔡英文一直都很高调地 支持皇友和黑暴 加因他在2020年1月 各族连任的时候 为了要拿票 所以就这么高调 但其实一去到他选了之后 3月其实他都已经在暗地里 慢慢收紧一些移民的政策 早前其实台湾当局就被人踢爆 就说其实他们假支持皇友 原因是因为很多人 根本都申请不了定居 都回回来香港了 当局就即时作出反应 就说他们不是 他们打算收礼 去松绑港人就业定居 那其实是不是呢 陆委会表示 目前已经对香港澳门居民 进入台湾地区 或者居留的定居 许可办法提出修订建议 打算开放港人 他写明是特别是给一些专业人士 或者白领阶级的港人 他们的说法就是说 如果港人在台湾工作 连续居留5年 最后那一年 他们每月的收入 就要达到基本工资的2倍条件 就可以申请在台湾定居了 我们看看数字了 台湾在2020年的基本工资 每个月差不多是24000台币 简单来说 如果我们拿基本24000台币来看 就是说其实 你在台湾居留了5年 就是说你在最后那一年 的人工每个月 起码要达到48000台币 才可以申请居留在台湾 你看看 2020年收入中位数是41500台币 他的要求门栏 就要你们去到48000台币 就是比 简单来说 他要拿一些希望 人工高一点的人 的港人才会批准你们 在台湾居住的意思 说真的那些黄友 根本就是流亡的 本身他们可能都没什么钱 可能为了生计还要去台湾打黑工 就是你说你不幸运 可能大把人是被人拖粮的 甚至乎现在可能你去到台湾 人家知道你根本是流亡的 可能一般打工仔 跟台湾人打工仔 可能人工还要比一般人偏低 那你现在说到明 还要个门栏 还要是给你的中位数 还要高6500台币一个月的 那你说是不是真的松绑呢 见仁见智了 其实不止台湾的 就是这些流亡人士 就算去到他们心目中 就是伟大的英国 其实一样是不好过 刚琴王子陈晋轩 其实他最近写了一篇专栏 他也挺有趣的 其实他有说到 他说到在2019年 参与黑暴的人 走路去了英国之后 因为参与示威而去到英国都被捕了 搞到当地的业主就不租一些楼给他 又被雇主炒毁了他 虽然他们都是自己拿来的 但其实都有很多当地在英国的热心人 是想帮他们 那问题就是 只是因为这些热心人 他说的语言是普通话 结果反而被这些流亡的人歧视 你说是否吃力不讨好 说到没有 就是你参与德黑暴开始 去到英国你还要不死 继续去示威 最终被人捕 捕完之后 樓又没有人租给你了 刚刚工都被人炒了 人家帮你的 你还要歧视别人 你说我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世界 除了你自己拿来 我都真的不懂得怎么说 好了我们今天说到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一 继续今日焦点 好了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 赞好 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周天卫 Fanessa Chow的YouTube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